加州大学系统5月24日与法庭达成协议 同意为UCLA分校前校医猥亵和性侵女学生案 总共赔偿将近7亿美元 以解决数百位受害人的联合指控 此数字创下美国有史以来 与公立大学性虐待有关的最高赔偿金额 最新的3亿7440万元赔偿和解协议 涵盖312名前患者 原告称 在1983年到2018年期间 遭到加州大学UCLA前校医 妇科医生西普斯已体检为幌子的性虐待 加州大学之前已与其他提控者 达成3亿16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 连同此项最新宣布 该校为西普斯性侵案支付赔偿总额将近7亿美元 鉴于西普斯从事癌症治疗 部分原告是癌症患者 少数患者癌症末期 其中一名妇女在法官批准 和解之前已经死亡 诉讼指称 UCLA忽视几十年来多次详细的性虐投诉 却允许西普斯2018年重返医院寻找新的受害对象 直到2019年被捕 西普斯仍面临7名患者的刑事指控 但是他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2021年5月 西普斯以21项重罪起诉 包括欺诈性殴打 对患者的性剥削 和对昏迷者的性插入 受害者包括2011年到2018年期间的7名患者 一旦罪名成立 将被判处超过67年监禁 西普斯的律师来文表示 他坚决称自己是清白的 目前正在上诉法院对此案提起诉讼 判驳回刑事案件 在宣布和解声明中 UCLA校方谴责西普斯 称其行为应受谴责 且违反大学价值观 并且钦佩原告挺身而出的勇气 赞赏原告律师对解决索赔的承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西普斯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违背了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对所有站出来的人表示感谢 并希望这一和解是朝着为相关原告 提供某种程度的治愈迈出的一步 该大学表示 他将通过保险、风险融资和资本债券收入 来支付7亿美元的和解费用 此前公立大学赔偿最高纪录 是密歇根州立大学2018年5亿美元的和解金 私立大学南加州大学也曾经同意支付十多亿美元 了结上千起针对该校妇科医生的案件 我会让你试图和解决定的和解决定的和解决定